3月18日,王祖兰的女儿Gabriel出生满一百天了。 李亚南在微博上晒出女儿百日宴的照片,并且发门表示,宝贝,你为我们的家庭带来了太多的欢乐,你真的是我们的天使,我和爸爸会永远都这么爱你和珍惜你。 王祖兰和李亚南是在充满童趣的迪士尼举办的婚礼,女儿的百日宴也在他爸妈幸福开始的地方举办,四周布置的都很是梦幻。 李亚南也表示今日Gabriel就是个小公主,还有米其人偶陪伴一起度过,童趣满满,Gabriel和妈妈都身穿粉色细纱裙,两位都是仙气飘飘的小公主,可爱亮丽。 王祖兰也穿着橘粉色细的上衣搭配黑色牛仔裤,头戴于肤帽,站在公主范十足的母女旁,显得十分暗淡啊,不过一家三口同框,满屏的幸福美满,一百天的Gabriel五官逐渐常开,是越来越可爱了,眼睛和嘴唇像极了妈妈,鼻子却和爸爸如出一致。 镜头中,小小的Gabriel非常淡定,拍照也是十分乖巧,不哭不闹,这一张照片中,Gabriel吐住小舌头,超级萌。 她一只手和妈妈牵住,亚南面对女儿时,笑容非常温柔,母爱爆棚,才一百天的Gabriel简直是睫毛精,那眼睫毛又密又长,眼睛也是炯炯有神,好秀气,长大后一定和妈妈一样,非常漂亮。 Gabriel是这个白日宴的主人公,坐在粉色的婴儿椅中,十分乖巧。 幽默的王祖兰带助理亚南和女儿开始搞怪合照,一家三口,分为十分欢乐。 王祖兰随后转发老婆的微博,暴露了Gabriel的中文名,原来小公主叫王天韵,真是寄托了父母对她满满的爱与祝福。 Gabriel一百天了,小模样越来越可爱漂亮,希望她健康成长。 前段时间,王祖兰迎来了自己的第三十九个生日,为了给她庆祝,她妻子特意在一月九日这天凌晨晒出了他们一家三口的照片,并且还配上一段文字祝福她。 大意写的是自己现在有了两个宝宝,祝我亲爱的大宝贝生日快乐,最后更是把俩人的女儿比作今年给她的生日礼物,并且询问她对于这份特殊的生日礼物是否满意。 不得不说,这样一段话说下来,简直是让众多网友艳羡,对于老婆如此温馨的祝福。 作为老公的王祖兰也是不甘示弱,马上就转发了这条动态,并且表示她和女儿对于自己来说都是最好的生日礼物。 如此一来一回之间,足以看出两人之间感情之深厚,除了两人如此亲密的互动让不少网友动容。 在这次晒出的照片里面,他们的女儿的首次亮相也是吸引了不少网友的注意。 毕竟与之前众多明星对于自己的孩子严防死守不同,他们选择主动公开孩子的正面照片,相信他们是有一定的自信能够给孩子一个健康成长的空间的。 另外在当天他们自己晒出的照片中,两人互相依偎住一起吻向怀中的小宝宝,如此氛围实在是温馨至极。 不仅如此,在怀中的宝宝也是十分给面子地睁开了眼睛,看起来俨然是一个刚降临在人间的天使一般,乖巧可爱。 同时,还有眼尖的网友发现,小宝宝竟然和他妈妈一样是双眼皮,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,想来长大以后必定会成为一个像妈妈一样极具魅力的美人。 在看完如此温馨的三人合影之后,不少网友也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,当然基本上所有都是对于他们的赞誉。 大家都表示这一家三口简直是幸福。 更有网友表示对于能够拥有如此可爱的小宝宝感到羡慕,不要看现在的他们是这样的恩爱,这样的受到大家的各种祝福。 但是只要稍微熟悉他们俩的人都知道,他们俩早在2010年最开始向大家公布两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,大家并不是十分看好他们。 当时大家主要还是觉得两人的身高相差的实在是有点多,而且两人的气质完全不搭。 大家都想不明白为什么两人会选择在一起,即便之前各种各样的声音此起彼伏,但是他们俩人始终坚持住自己的内心,觉得彼此就是属于自己的对的那个人,并且一直坚持了下来,直到现在。 所以从现在两人的幸福生活来看,当初两人的选择。